HELLO 各位好,我是蘋果爸 今天的頻道影片釋放教學來跟各位分享 如何清除土檔的垃圾跟P次降檔案 那什麼是P次降檔? 也就是說我目前是使用OLOKEY 2020 內定的儲存格式我們看一下是OLOKEY 2018 那你今天只要使用OLOKEY 2018的軟體 以下的版本就不能打開 所以我必須做一個降檔案的動作 讓我的業主或是協議廠商 甚至於可能是工作夥伴 可以順利打開這個土檔 所以像我最近也收到一個任務 就是有1500多個檔案 DWG 它是國外來的檔案 那它必須做一個降檔的動作 我同我的夥伴才能做開啟動作 所以我也不慌不忙 就使用官方的工具做降檔 順便幫我清除一些檔案垃圾 以上我整理了10個範例檔案 這邊10個檔案 每張檔案的檔案都異常放大 10Mbps 我們看一下檔案看看 我裡面其實沒有什麼東西 只有聚合線跟面積跟頻數而已 然後檔案就這麼大 那表示就有異常 所以你看 目前看一下畫面右下方 我這裡因為我裝了免費的工具 它有做提示 有8萬5千多個垃圾在裡面 這個DGM的Data資訊 我們在論壇都有做說明跟討論跟教學 就是說 當你碰到檔案異常放大 要去做處理 不然這個檔案會傳染 可能會讓你的所有檔案都變很大 可能空間夠還好 我怕它感染之後它出現一些變化 可能讓你的檔案損毀 那你要及早處理 那我這邊先做個處置 那我再來教各位如何呢 去做安裝的動作 那目前電腦當然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切換到我們的葉簽 增一級 那這裡有兩個按鈕 這個是我們DWG客局 OK 你這個選擇它 它就會針對目前的圖檔做清楚 你看目前有8萬5千多個垃圾 可能就要等它讓它做清楚的動作 這是單檔的處理 所以你今天如果有單一個檔案 就可以這樣做 如果說你今天有複數檔案 可能有10個 可能上百個 甚至於像我的狀況是上千個 那我可能沒辦法開每一張圖 來做清楚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換另外一個 第二顆工具 去選擇所有的檔案或資料夾 就可以一次批示作業 那它電腦當然跑需要時間 你就讓它跑 這時候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甚至於可能傳口器 可能去上個廁所 喝口水 都可以 所以就讓它 電腦做處理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一張圖檔 有8萬5千多個垃圾 真是蠻多的 處理完畢之後呢 OK 那我這邊做儲存 那告訴你說 按一下F2 它儲存 它清楚什麼垃圾 主要是DGM 這是之前 OK的版本的 Bug 導致一些異常 所以會出現這個訊息 然後 我這邊做儲存 那我們再回去看我資料夾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檔案呢 只剩下42KB 所以 你有其他圖檔 也必須這樣做操作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現在先把這個 這個檔案路徑呢 把它做複製起來 回到OK 使用這個工具 然後呢 剛好我預設裝完畢之後呢 它是英文版的 如果你不習慣 你可以把它切成中文版 好 我們選擇這個也切 然後呢 將語氣呢 選擇 反體中文 好 下一次它打開 就會變成中文了 先把它關掉 再開一次 就變成反體中文版本 OK那就蠻親切的 你可以直接貼路徑 或者你選擇資料夾 選擇資料夾 不方便啦 你要逐程去做尋找 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這邊分享一個小技巧 你可以像剛剛我現在 把路徑複製好之後呢 這邊呢 就按右鍵貼上 貼上 貼上 按enter 它就會去 增加目前的圖檔 OK好 那 路徑跟我們的檔名 對不對 因為現在資料夾 我正在開啟 所以它待會不會處理 你可以先把它 先移除 因為它正在開啟的檔案 不能做處置 所以你的檔案要關閉 也還好 我01這個圖檔已經處理好了 所以 我貼上資料夾之後呢 再來呢 選擇清理 那它就會開始做清楚動作 當然需要一些時間 那你看 所花費時間 因為它比我們剛剛 單檔開還要快喔 你看 兩秒而已 所以你今天原先是 4Mbps就變成25kb 所以 多圖檔當然會使用 選擇資料夾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作業 那一樣這邊 因為我是每個 這是飯內圖檔 所以 每個圖檔的垃圾都是一樣多 OK 清理 之後呢 然後 我的檔案格式呢 目前的版本 剛剛就提到說 它降了垃圾 但是它忘記幫我們儲存 檔案格式 那怎麼做 那我們來做一些 其他的設定 我們看一下 先大概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 清理垃圾啊 像這邊是有將檔案應存成 目前版本就是目前的 2018的版本 所以我要跟他說 請你要幫我 做個 降檔工作 我這邊的工作習慣 我會使用2004 滿足大部分的 工作需求 只要對方使用 OROKE2004以上的版本 就可以 順利打開 當然因為 04的檔案壓縮率 會蠻不錯的 你今天使用2000不建議 因為它檔案會變很大 所以會建議說 用到2004 所以我現在選擇2004呢 我們再一次 選擇 清理 然後呢 它就會幫你 目前的版本呢 因為它已經清好了 所以它這個動作 只是幫你做降檔的動作 瞬間完成 所以就變成都是2004的格式 好 離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使用OPEN 打開的時候呢 翻例這邊 打開的時候 其實OK 它也會給你做提示 按下F2 它會告訴你說 你目前開啟的 已經是204的格式檔案 所以我們降檔 跟做除錯都沒問題 所以 非常的方便 以上呢 如果你有安裝的工具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快速的去做 特取 然後呢 也可以去做一些 清除垃圾 來 我們這邊先 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跟各位 說明如何去做安裝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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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